很多人油炸或是煎煮美食都会使用葵花油来烹煮 不过现在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现在受到俄乌战争影响的关系 乌克兰禁止出口葵花油导致现在国外掀起抢购场 葵花油出口中止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 因为俄乌两国占全球葵花油出口市场八成 尤其乌克兰更占了45.8% 物有葵花油供应主导权 战争开打后无法出口 国外卖场掀起抢购潮 更优心价格会上涨 国内也开始担心葵花油供应受波及 葵花油我是不常吃 很少吃那些沙拉油之类的 大众几乎都有调涨 多少都会涨了 这很正常的 通膨的关系吗 统整国内葵花油供货状况 加勒福全联CitySuper好事多 都说目前油品供货状况稳定 不需抢购 但欧美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后 还有沙拉油价格居高不下 突破900元 棕榈油黄豆油等食用油 因为彼此有替代效果 在国际上价格联动上涨 国内目前则是还没看到涨势 葵花油因为就是它在 它的确是在乌克兰做一个比较大量的生产 那它受到的影响冲击其实是比较大的 那其他的油品的话 目前其实都还没有传出相关的一些状况 另外还有面食品用到面粉小麦等物资 不少民众很无奈 面包价格都变贵 再加上其他民生物资 每月开销至少多500到1000元 我以前面包一买的时候 才60块钱 现在都要70了 对 所以价钱每一天都在涨 暂时开打物资短缺 进口牛肉 鸡肉 海鲜等货品 也受货运影响 价格涨不停 各种食材都涨 也让民众荷包越来越瘦 体别新闻 王晓杨 张卫先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